我選這個題目呢,我是基於這樣一個考慮啊 我覺得這個在座的,尤其是從國內出來的朋友 都是這個,起碼是三十年改革的這個親歷者 我本人是親歷者,又是這個觀察者 當然還有很多朋友像國關這樣呢,還是參與者 我只是一個親歷者和這個觀察者 那麼我們腦子裡面全部都是史詩 我們從任何一個角度可以講無數史詩 但是呢,我想對我的挑戰是 我怎麼樣能夠自己離改革遠一點 實際上改革離我們很近,甚至是改革 直到今天官方也沒有宣布改革結束 我們怎麼樣能夠把改革退得遠一點 然後把改革看得更整齊一點,更透一點 然後看到一些我們還沒有看到的 以前沒太注意到的這樣一些方面 有助於我們加深對改革自身以及對中國的認識 我想先從呢,所以我 補充一下,所以我說的話呢可能是 頭緒比較多,視力比較少 因為我假設大家都知道這些事情 大家,有些判斷我可能舉不出例子 但是大家可能會比我舉出更好的例子 所以我的話不會涉及到很多具體的例子 我先從這個中國的這個 我先從紅色中國1949年掌握政權到今天2008年 這樣49年的一個分期開始說起 就是我要所說的這個話題 那麼從1949年到2008年 我覺得可以分為三個階段 一個,一個是1949到1978 當然這裡面還可以細分出各個階段 這樣說吧 從這個1949到2008 我們可以把它分成大的兩個階段 一個是前改革階段 一個是改革階段 改革階段 那麼到今天還處於改革階段 然後我們也有人認為 包括我個人認為中國的改革已經死亡了 但是還沒有人正式宣佈中國的改革已經結束 所以我把中國 你宣佈了,我也宣佈了 但是這個改革的 廠下的觀眾都宣佈了比賽結束 但是裁判還有 真是祈求的人還沒宣佈 我也早就宣佈了 我說改革到改制 然後掉頭 我都說完了 但是這個還沒有這個 還沒有正式宣佈他的結束 我們來看看《人民日報》 看看這個 還充滿了改革的這個叫Lip Service 那麼分成這樣兩個階段 一個是改革之前的階段 一個是改革之後的階段 那麼改革階段 我覺得可以 三個 改革中國的30年的改革 可以分成三個階段 第一個是從1978到1989 這個很簡單 1978是三成全會 1989年是64 待會我解釋為什麼 就是我理解的這個分水嶺 是什麼意思 第二個是1989到2002 為什麼到2002 2002是這個時期大 胡錦濤上台 胡錦濤上台宣佈說 胡錦濤要搞科學發展 要搞科學社會 那麼我理解這兩句話的意思是 鄧曉彬的改革 鄧曉彬的發展不科學 因為鄧曉彬的發展觀 給中國的社會帶來的不科學 所以胡錦濤要搞科學發展觀 要搞科學社會 這是對鄧曉彬的一個改革路線的一個 說的輕一點是調整 說的重一點是有否定 所以說從2002年 在官方已經間接宣布了 鄧曉彬的這一行 鄧曉彬所幹的這件事 基本上是畫了一個句話 只是說沒有所明了 那麼剩下的就從2002年到今天 所以到今天會延伸到未來的哪一天 現在我個人不知道 那麼這個改革的第一階段 從1978到1989 我把它叫做作為一個補天的改革 從這一階段的實際上是 這一階段的改革是一個補天的改革 這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從1978年到1989年 整個中國人 可以說整個中國人 幾乎很少有另外一個共識 就是通過這樣的改革 可以為中國找到一條出路 可以把這個天的大的漏洞 全部補掉 不需要透過換天 中國人就會達到一個現代化 達到一個現代化 或者達到一個 就能夠把中國的這種 原來所展現的一些重大的危機 給它克服掉中國會 一個平穩轉向 一個新的一個美好的社會 這另外有兩個標誌 第一個是1984年 那是北大學生 打出這個小屏你好 這是一個我覺得 這是一個非常自發的 還有一個我覺得 不太被注意到的一個證據 就是時光男的歌 時光男的歌 是一個非常正面 非常向上 非常光明 對未來充滿信心的一個 體制內改革派的歌聲 所以到1989年之後 再也沒有時光男這樣的做起家 因為那個時代已經結束了 那麼其實在當時改革派出的改革 就是作為補天的改革出來的時候 是有爭論的 而這個補天派的補天論的改革 鄧小平 代表人物是鄧小平 那麼很顯然 如果要是毛澤東繼續還活著 假如毛澤東已經獲到1979年 就不會有三中全會這樣的一個搞 這樣一個改革 是毛澤東肯定是認為這個天不需要補的 甚至認為這個洞還不夠大 還不夠亂 毛澤東的看法是天下大亂到天下大治 毛澤東認為這個天沒事 但是還有另外一些人也認為天不要補的 比如說陳雲 陳雲認為你這個改革 你這個補洞可能是在導洞 你還不是在挖洞 而你不是在補洞 你不是在補洞 你不是在補洞 你是在天上那邊倒窟 還有一些人我們不知道 比如說像這個 比較有正義的事實 比較有正義的兩個人 我覺得一個是林彪 有人說林彪的571工程技藥裡面 你包含這四野化方案 我沒仔細去研讀 我不知道 還有另外一個人就是華國鋒 華國鋒會不會高改革 我個人也不知道 但是這個我覺得也沒有必要去深究 既然這個事情是鄧小平幹的 而且是一個不可逆的事件 所以我們就把這個功勞 或者是其他的非功勞 都記在鄧小平的頭上 以這個補天派的改革 貼上一個補天論的改革 貼上一個鄧小平的標籤 那麼這是補天 作為補天的改革 在中國的出現 是鄧小平發現 這個舊的天 原來這個天雖然還行 雖然換不合適 但是有很多洞需要補 所以鄧小平就給花那種改革來補天 這是他的原因 他的使命是什麼呢 我覺得用依據官方的話說 通過改革 實現社會主義的自我完善 這是對這個 古天那個委員會很標準的一個解釋 他的方法是什麼呢 方法就是 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 以這個發展經濟這一件事情 為全黨工作 全國人民工作的重重之重 所以他要做到的一個是 在共產 我覺得嚴家齊老師 用的一個表達很好 不是人民民主專政 是在共產黨專政下的 有限的不自由的扭曲的資本主義 這官方的表達法叫做 有中國特色 這是1989年以前的這個 做回補天的改革 那麼到1989年 大家情況發生的變化 那麼既然這個天要補 全國人民就開始群策群力 開始想各種辦法 一個是參與 一個是想辦法 來試圖補這個天 但是有朝一日 這些想補天的 這些想通過補天的 要實現中國變革的人 發現 他們沒有補天的權利 他們提出的補天的措施 被拒絕了 這就是六四 對 我覺得六四的意義 六四的意義是 或者我準確的說是意涵吧 六四背後的講是補天是少數人的時間 補天哪些措施 哪些凳需要補 哪些凳補 不需要補 哪些凳怎麼補 是少數人的時間 不是全中國人的時間 不需要大家的參與 如果大家要搶制參與的話 那就會造到搶制的拒絕 而且的確發生了 大家要搶制參與 大家也造到了搶制的拒絕 那這一結果告訴我們 告訴我們 以前的這個天 是補不了的 以前的這個天 不僅補不了 不僅不可能補好 而且不應該補好 根本就不應該去補去 所以從八九年之後 中國出現了一代新人 在座的奴斷 我把它叫做變天論哲 僅靠改革 僅靠補天 已經不足以改變中國的命 已經不足以解決中國的問題了 所以出現了這個變天派 那麼這個變天派 從時間上來說 是1989年的這個直接的產物 它包括這樣幾類人 這幾類人在八九年以前很少 只有幾個 但是到八九年之後 他是到八九年以前 在八九年以前 他只是一種在監獄狀態的存在 只要有人 只要有這樣的人 他就會到監獄裡面去 那八九年以前 這樣的人 大量的出現在社會上 包括這樣幾類人 我把它做一些區分 異議分子 反對派 異議分子是跟政府吃負的 跟統治者吃不同立場的人 不同意見的人 他可以是比政府更正統 也可以比政府 更徹底的一個否定 還有一個是反對派 我把反對派和異議分子 稍作一點區別 反對派就是以 特別是在中國的反對派 他是希望通過一種民主手段 取得國家權利的人 或者去參與執掌政府的人 我把這樣 有這樣一種報復的人 我把它成為反對派 因為中國有很多人是異議分子 有很多人是反對派 這兩個有些區別 還有出現大量的維權人士 然後還有一個新的社會階層 還有更多數的人是冷漠的人 我不關心是改革 是古天還是變天 那麼在八九年以前 大多數人認為自己是一個古天版 到八九年以前 到八九年以後 一些人認為自己要古天了 可以大多數認為古天還是變天 與自己沒有關係 我想知道今天可能 還有很多人是這樣的 那麼下面一個 下面第四點 我想要講改革的事實與價值 這些話聽起來好像有點便利 那麼我想探討一下 中國的改革 基於中什麼樣的一種觀念 觀念的出發點是什麼 我發現中國的改革 是基於一種 共產黨叫做唯物主義的 這樣一種觀點 就是物質決定一切 只要我能夠造就一個物質的事實 這個事情就會發生變化 觀念是不重要的 所以改革是基於一個 是基於一個 知道事實的這樣一種 一種出發點 而不是改造觀念的這樣一種出發點 但是我個人發現 體制是 所謂天版政權 政權是由體制支撐的 而體制背後是有觀念的 所以中國的改革 它把觀念問題忽略了 它變成了一個簡單的製造事實問題 我可以 比如很簡單 推求GDP 我們不要說 中國觀念發生哪些變革 政府的任務 不是去改變觀念 而去告訴社會 告訴你的上級 你的今年的GDP的數字是多少 你的任務就是製造事實 不要去想更多的 鄧小平講的很清楚 不管是鄧小平還是中國的自由派講的都很清楚 鄧小平說 不爭論 不要去爭論性設性資 因為這是一段價值問題 中國的自由派說 不要去考慮主義問題 這從胡適就開始了 他們基本上胡適的話說 多 多談問題 少談主義 但是這句話我覺得稍微有點問題 因為你沒有主義的話就沒有問題 任何問題都是根據一個主義的判斷 才出生 因為我沒有主義的話 一個狗 他沒有 他什麼問題都沒有 因為他根本就有主義 所以任何問題都是基於主義產生的 當你把主義判斷的時候 你就 一個社會不會有任何問題 實際上這一點我覺得 在八九年就體現出來 就是改革對價值的忽略 在八九年就體現出來了 然後當時八九年流行一句話 到今天還在說 我不知道我說的不准 就不准 就叫端七碗吃 吃肉放下筷子罵那樣 你知道嗎 端七碗 端七碗吃肉 這是一個什麼意思呢 或者拿起筷子吃肉 是一個什麼意思 說你政府知道事實很成功 老百姓有肉 老百姓有肉吃了 端七碗拿起筷子可以吃到肉了 這個事實已經到位了 可是是到位了以後會發生什麼 繼續要罵你啊 所以這句話本身就表明 改革僅僅單靠製造事實 這一點已經不夠了 那麼一個最新的例子 就是314 我有時候跟一些 我沒去過西藏 大家說這邊有很多跟西藏 認識很多喜歡西藏的人 他們 我從跟他們交談上 我就這樣一個發現 從1978年改革以來 中央政府拿了大量的權去支援西藏 基本上是估計成本 估計代價 估計數額 要多少給多少 那麼西藏也有了很大的變化 可是這些人為什麼 還在要求他們那些東西 這說明什麼 說明 僅僅靠GDP的數字 不足以替代人們對價值 對信仰的追求 那麼 而改革的假設是 只要我給你一個數字了 只要你的GDP 得到了一個什麼水準 達到了一個什麼水準 你的飯碗裡面的構成 發生什麼變化 價值問題就消解了 那麼 今天足以證明 改革所自製造的事實 不足以消 不足以消解價值問題 而且改革它還有一個很特殊的一個功能 這個功能以前被忽略了 就是改革它瓦解了這個舊的這個天 舊的體制的價值基礎 它實際上是瓦解了 你要到中國今天去問 對舊制度對法克 作為意識形態有沒有信仰者 我想不會有幾個 告訴你有正常的信仰者 它甚至可以公開的告訴你 它不信仰或者不關心 所以改革很成功的 意料之外的 我講的是改革的發起者 意料之外的 消解了這個舊的天 舊的體制的價值基礎 但是改革自身卻沒有價值基礎 這就是改革的問題 改革以制造事實為使命 它自身卻沒有價值基礎 那麼當它制造出來事實以後呢 發現問題不僅還在 也有實證是更加嚴重 好 再看看第五點 改革 改革的歸宿是什麼 改革會有什麼樣的絕集 我個人判斷在中國 改革是肯定要改的 但是最終肯定是 改革是一個不可能完成的使命 是一個不可能有結局的 不可能達到目的的 這樣一場社會變革 這個原因很簡單 就像變天派所主張的 這個天是不可補的 你越補 也許你在上面打 補的補鈴太重 它會把這個天敵拉下來 補你也沒有 你不補也沒有 這一點其實中國的民間智慧 在改革一開始就發現了 中國有句流行的話叫做 不改革是等死 改革是找死 所以這句話估計流行 有十年到十五年以上了吧 這樣當時的民間智慧 不需要任何科學論證 不需要讀什麼學位 就判斷出這個改革 不會有一個 像改革的發動者那樣 所產生的一個理想的結局 但是我覺得我今天 我對這句話的認識 稍微有一點點深化 這個深化在什麼地方呢 就是你要等死 你不一定死 你不一定死的慢 你要找死 你不一定死的快 因為一開始給人這句話好像 哎呀你是等死 你可能還會慢一點 你要找死 你不是死的快一點嗎 結果可能是等死 不一定會死的很慢 但是找死也不一定會死的很快 就像很多小孩子 玩很多冒險的一樣 但是這個結局呢 是這兩句話裡面所暗示的 我們從這句話 所反映的民間智慧來說 這兩句話給大家暗示是一樣的 這個民間只對時間做出挑戰 對於結局沒有挑戰 這個結局是什麼 不需要我再說了吧 那麼為什麼說改革是一個 是一個不可能完成的一個使命 是不會有達到預期效果的這樣一個 社會變得 因為在經驗上我們看不到一個先例 看不到一個資本主義國家是由共產黨領導的 同樣我們也看不到一個共產黨國家是由資本主義領導的 這樣的這樣的東西在一個牛和虎的雜交物在世界上不存存在過 我們也許見到過羅子 我們也許見到過獅虎 但是我們沒見到過羅子或者是牛與虎的這個混合物 這個雜交我們沒見到過 我們經驗告訴我們這東西沒存在過 第二個 集中的邏輯 共產主義的邏輯和市場的邏輯和資本主義的邏輯 是兩個根本對立的邏輯 它們不可能同時存在 它們也許有一個短暫 在一方做出妥協之後 也許有一個短暫的蜜月 但是它們不可能長期的白頭偕老 我沒見過經驗告訴我們 我沒見過這樣白頭偕老的先例 那麼我講的從目標上來看 從內在邏輯來看 改革也是也不可能完全的 那麼從方法上來看 我覺得是 現在這個改革的方法是大家講過 也有很多種總結方法 我只用一個叫做政治上同時 經濟上一點點放過 還是不是放得很過 其實中國的經濟跟中國的政治一樣 在很多領域都是受得很嚴重的控制 只是大家看到好像經濟似乎過一點 政治似乎不太過一點 其實我覺得中國的改革和 中國的改革和中國的這個 中國的經濟改革和政治改革是同步的 比如你看在中國的方便面價格 市油價格 任何一個價格都受到管制 但是政治領域裡面 你也可以找到很多自由 比如你私下裡面在飯桌上 隨便怎麼說 甚至在博客裡面隨便怎麼說 就都跟你刪掉 不過有人追究你 所以我覺得中國的經濟自由和政治自由 大概是同步的 不大存在不存在中國 進行政治改革滯後的這樣一個問題 至少這個差距不是很大 那麼這是它的第一個特點 第二個特點從方法上來說 它這種方法會造成一個後果 就是它用製造危機的方法來解決危機 它每一個改革都試圖解決一個已存在的社會危機 但是這個方法本身又帶來了新的危機 因為這些方法本身是不撤離的 但是它有一個對政治者來說有一個好處 就是它可以提供一個誤導的解釋 這是最明顯的例子 中國的腐敗 另外你要看看這個紀委 中央紀委裡面的決議 他說中國的腐敗是自然階級 腐朽生活方式造成的 我說是這個 是舊社會的這個剝削階級的遺毒 可是這些共產黨是身在紅旗下 長在紅旗下 是吧 他們一天資本主義的日子也沒過過 他怎麼會被資本主義的腐朽生活方式 所腐蚀是不是 這是一個很奇怪的事情 其然我們再舉一個例子 比如說大家很多人提到這個兩級分化 共產黨認為兩級分化是資本主義造成的 是市場階級造成的 其實我們看到兩級分化 並不是資本主義的一個減輕特征 而恰恰是政治制度的問題 在造成這個兩級分化和腐敗 不是市場造成這個兩級分化和腐敗 那麼當在中國這個統治者暗示是 資本主義改革造成兩級分化的時候 他也贏得了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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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海邊和海外的掌聲 他在私 這樣他可以在私下竊效 那麼最後我想講兩點 我想一起講三點 一個談談一個補天派的前景 一個談談變天派的前景 當然再看一個中國的改革的前景 我記得中國補天派的前景 就是中國改革的前景 也是改革和改革的體制的前景 但是在我看來補天派 尤其是經過八九年這個事件之後 補天派它代表的是一個過去了 但是在這個日常生活當中 我也跟一些跟我認識的一些體制內工作的朋友交談 他們當然私下也很開明 他們呢 認為自己是一個補天派 他們不想變天 可是這個不想變天並不代表他們是一個信仰的主義 那我說那你為什麼變天派呢 你為什麼是補天派呢 你覺得這個天可不嗎 我說我不考慮這個問題 我考慮的是 如果這個天塌下來了會砸死多少人 所以從我的情感上來說 雖然這個天很差 但是我不希望天塌下來 因為天塌下會傷人 所以我們看到補天派的論證和 今天的補天派和八十年代初的補天派的 心態已經完全不一樣了 它不是基於這個天可補 而是怕被這個天砸著了 它已經是一個非常被動的補天派了 那麼你當他問他是 那我說好 如果你要是補天派的話 你願意被用為這個天做點什麼 補這個天做點什麼 很難我不想做什麼 其實他只是一個情感上的補天派 你真的讓他去 你讓他最近北京開始整黨的 這些體制內的補天派都要參與整黨 你問他們喜歡整黨嗎 你喜歡聽五個小時的報告嗎 他們肯定不願意 你要是出去玩玩也行 你要是回家寫這個整黨 寫這個思想報告 我可能就不願意了 所以我覺得今天的補天派 從八十年代初的補天派已經發生了變化 雖然他們在人數上還是非常非常多 那麼變天派的前進 變天派的前進 我覺得變天派它代表的是中國的未來 因為它對中國未來的方向 有一個正確的判斷 至少他們有一個共識認為這個天不可行 而且事實證明也是這樣 那麼在中國今天 變天派面臨的困局是 他們有明確的方向 有堅定的信念 但是他們卻沒有作為的空間 他們有突破的方向 卻沒有突破的能力 這也是中國目前今天的僵局所在 不過好在我覺得從 從我在大陸所感受到的這個 這個變天派的人數 在非常緩慢的速度 一天一天增加 也許像閻老師說怎麼樣 有一個大事件它就會多很多 有一個小事件它就會少一點 如果完全沒有事件大家就完全 完全不過去考慮這個問題 所以需要一個事件來開啟大家 那麼最後我想簡單的說一下 改革的前進 我覺得改革在中國沒有前進 中國的前進在於改制 而改制的前進就在於 回到價值上來 回到改革所迴避的價值上來 謝謝大家